爱是一个圆满的祝福 一群默默行善的老公朋友们 带给我们的城市一股真善美的力量 欢迎收听《做工人爱爱》 欢迎回到《做工人爱》台南做工行善团 我是主持人王美霞 今天我们所邀请到的是台南市做工行善团的志工家族 也是台南市电器业职业工会的志工家族的夫妻党 刘忠义黄立青 以及他的儿子也是台南市泥水业工会的刘启昌 然后他们三位一起来跟我们谈一谈 他们对于自己专业以及他们加入志工的缘由 那当然在这么样的一个三个人一起加入这些志工的修缮里头 他们也看过许许多多的案例 所以想请问一下刘忠义先生 您的印象最深的案例是什么 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我们那个垮县市 然后到兰头部里那边 哦 路途遥远 大家真的到那边的话是很拼命的在做 因为那个时间很赶 对啦 然后我们是那个晚上的话就是有那一个好心人士 对那个民宿界你们是吧 对对对那个好像是一贯道的刀气 那他那个还有我们要走的话他送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咖啡顺 哦那一个人一袋子 哦 真的很温馨 那埔里的咖啡顺行喝酒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一一会马上想到了好心有好抱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其实那个埔里呢因为很远 所以呢他们一般来说即使在埔里的暗场 仍然还是八点上工 所以各位听众人可以了解他们其实是五六点就要出门了 那另外一个是因为他们当时这个暗场呢 其实非常复杂也必须要做很久 所以这一次呢那个志工队呢 他们出去是连坐两天 因此呢他们其中的一天的晚上必须住在埔里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样子的工作他们仍然也是去做 因为为什么呢 修缠不分远近 爱心当然更不分蓝绿了 所以就因为这样缘故呢 这一股的善意来到了这个现场 使他们觉得其实很文心 我还听说呢 后来其中有一天 有位花龙骑车经过了 之后呢看到 你们在做什么 你们在想在家 他有怎么看他要是在人 他那个花龙脑袋这样想 过了不久 这个花龙笑嘻嘻嘻的跑过来 捧了一大袋的玫瑰花说 你们好人啦 我们送你玫瑰花啦 你们有收到这个玫瑰花吗 有有有有 你们很感人 刚才有送你假的 这世人这次捧所以玫瑰花还给他 就是那个时刻 对不对 是对对 有所以其实很文心的啦 那我就想请问一下 那个丽钦 那您说 您在这个修缠的这个过程之中 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我跟他去做的那个暗场 有几十个暗场 我没有特别 有的都忘了 有一点概念 现在想说 对 有一个比较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是在嘉义大浦乡 前东村有一个山上的更高的山上 那边你到那个公路 平岭公路那边 还要再上去 还要走上去 还是车子要赶行到这样上去 到顶尾 就是山坡里 那边他的五黄子真的是很破旧 好像是印象好像是那个纸板 这样子叠着 还不是木材 是座坡 然后有一个老阿嬷 她七八十岁了 坐在离他们家 再下来一个山坡边 一个树下来 在那边 自己一个人在那边 那个房子非常的破旧 没有那个自来水 都用雨水 那天印象很深刻 大家 我们志工朋友很多 大家都很热心 然后就很卖力的 赶快帮他整理 要帮他整修好 那回来的路程 看到他坐在那里 我觉得很不舍 也觉得 真的 他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怎么生活 或者 后来听说他儿子他们 不晓得在台中还是台北工作 没有办法照顾他 他自己也很住在那里 所以那次 印象很深 印象很深 因为还记得其他志工也描述过说 到了晚上的时候 他几乎前面 摸摸摸摸摸 全部都看不到路是山崖一下的 所以一个阿嬷也很坚强的在那里 其实我觉得说这外 其实有的时候你们还需要 比如说从甲地到宜地要去赶场 那赶场的时候 有些时候就有些志工会非常热心的 就要载你们 载来载去 所以你有哪些比较特殊的印象吗 就是因为 这边路途比较远 然后我们原本是在 柳营这边还是麻痘这边 不太记得 就是另外一个案场 然后过去那边支援 那时候我们的副队长 前副队长是黄建明大哥 他现在已经 就是那个 那时候是111年 他那时候人不舒服有生病 但是他非常的热心 他几乎个案 他就会出 会有出现 会有看到他的人影 他就都会去 关心一下 帮忙一下 协助一下 那天他也是一样 他虽然生病了 还是开车 载我 我先生 还有我们其他 我的组长 我们的组长 蔡组长 还有另外我们志工朋友 一起去协助这个 纳朗普香阿嬷这边的案场 因为那边不是我们的 我们是第二组 那边那一天不是我们的案场 我们去协助 我看他 我真的很感动因为他不辞辛劳 他真的是 但是我应该跟他学习 我觉得我们 因为我 现在还记得他以前 我们刚去做志工不久 认识他 他就很照顾我们 跟我们说 跟我先生说 你们 有这个机会来 真的是 要珍惜 我们也是 有缘 这样子做这些有意义的事情 很高兴认识我们 这样子 我们就更坚定说 如果有案场 有需要我 别要去支援 我们也一定 一不容辞 只要我们做得到的话 我们两个就出门 这样子 可以做我们就尽量做 现在很怀念他 也感念他 就这样子 所以这个 历清提到的这一位 王清明组长 事实上当时是副队长 也是我们 一直非常非常感念的一个 志工的伙伴 他甚至在当时 他刚才历清提到的这个案场 他在他们的时候 他人正在生病 正在化疗 可是他就觉得 顶着那个生病的身躯 他认为还是 要做的就要做 那在我们南投这个案场的时候 其实他也是一起去做的 然后杜文宝理事长 曾经提到过他 后来因为是太好的兄弟 我觉得他很痛 讲不出来那种感觉 他说如果生病的事 叫他就对 人家有家 事业做得很大 可是他自己就是 愿意去载这些人 去分配这些工作 那一直直到他 后来他生了病 最后走了为止 所以到目前为止 他一直都是我们 最后大家非常非常怀念的 一位很好很好的副队长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启昌 您现在在目前看了这么多的修缮 您的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我们泥水工会 其实蛮多组 我分配的没有说就是特别多 但是有一次我知道是 现在赖青德总统那时候 他有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很像他有想要把这个 志工型上转推广到全台湾 那时候我们有一起到屏东那边 狮子乡 狮子乡 你也跑到路远的地方去 很早就起来了 然后我们那时候 我觉得说我们那时候志工 一起坐车 然后一起出去 很像很像要去旅游这种感觉 了解 这快乐的时期心里轻松啊 对我们泥水工会的 就是都比较open 活泼 然后就是去然后就做 然后就聊天 然后认识朋友这样子 就感觉蛮有趣的 对其实说是有趣 可是后来我收集到你们 那诗子乡的那个 许多的照片 你们去跟他们堪那个水工 然后去坐那个泥水地 都在那个卡路 最快最快的地方 身上还要去绑个东西 免得掉下去你知道吗 然后那天我看到那个 庄委提官给我庄委 我一看说哇塞 他这泥水工是不是汤姆克鲁斯 这是miss impossible 所以你想想看 他们快乐去做志工 从来不为眼前的困难是什么 真的令人感动 所以我想在最后呢 有请三位呢 各讲一句 你们觉得想跟听众 分享一句话好吗 好刘仲仪先生 我其实非常感谢有这个团体啦 然后大家都很热心的在那个 把自己的那个专业 然后那个分享大家 然后共同 有时候出去的话 也是跟那个我们的前辈的水电的职工 有一些就是交流 然后又有学习到很多的东西 好谢谢 那怡清呢 谢谢 有这个机会让我分享我的经验 跟大家一起分享 怡清讲几话来 真的每句话都乌温柔柔的 特别感人 然后那这个其仓呢 我非常感动 那时候就是我们的那个赖清德总统 那时候在当台湾市长的时候呢 有推广这个东西 那让我后来在那个工会里面呢 也认识了很多人 因为透过这个志工团体 也认识很多长辈 然后同行的 然后大家都一起互相学习 一起成长 而且我真的也蛮喜欢这个工会 就是泥水工会 了解 谢谢大家 有机会可以参加志工 你看 这个年轻人家的邀请 您会拒绝吗 这群是台湾社会的善良写照 他们向春天里 静静开放的花朵 绽放美丽 带来充满希望的未来 我常常很喜欢赞美他们说 因为他们的爱项链花 静静守候 静静方向 希望你借这个节目中 你也可以了解到他们生命中 因为做工行善团提供给大家 看到台南的未来 看到台湾的未来 也看到社会的真善美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很感谢 我们坦然是电气工会的这个家族 那么这个家族呢 柳宗毅 然后呢 另外还有呢 这个他的妻子呢 李清 还有另外是 他的儿子呢 这个奇昌 也跟我们一起来 分享他们的点点滴滴 本节目 这张狼癌 由文化部影视 极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播出 带您感受做工人的温暖 分享每一份武师的爱与关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